男生只是轻轻一甩 手中就迸发出粒子状的能量 男生慌忙将手埋在枕头底下 原以为它会消失 但依旧附着在男生的手上 随着指尖的滑动 能量一如水流一般轻盈 男生意识到自己似乎能控制这股能量 随即紧握拳头 能量竟全部关闭 可等它再一张开 这下可把男生高兴坏了 第二天一早就赶到森林里继续测试 他将充满能量的手 握住收音机的插头 收音机自己开始调频 一个甩手 巨大的能量让眼前的电器全部过在爆炸 坐在学校食堂里 稍微一动念力 身后的自动售卖机 就源源不断地射出可乐来 有这项超能力 一定能成为学校里最亮的仔 但随之而来的困惑要大于他的兴奋 不禁好奇 自己这突如其来的超能力来源于何处 男主麦克斯原本处在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但父亲去世后 麦克斯只能经常和母亲一起搬家 现在他又搬回了父亲住的老房子 那天晚上麦克斯发现自己有一种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 与此同时在他父亲当年工作的实验室里 沉睡的实验体也因能量波动而变得不安 第二天麦克斯在学校里与汽车相撞 撞破了自行车 开汽车的女学生索菲亚放学后 帮忙修理了麦克斯的自行车 女孩名人的外表也让新来的麦克斯感到心动 回到家后 麦克斯看到了他父亲以前的工作伙伴比尔 但就在双方礼貌寒暄的时候 沉睡的实验体完全醒来 他突破了包围 立即逃离了恩泰克公司比尔的访问 也让麦克斯发现他的母亲隐藏了一些东西 所以他立即在网上查询了比尔的信息 得知恩泰克公司的创始人是自己父亲 而父亲和同事生前 旨在研究一种与外星技术实现精神融合的技术 但不幸的是实验发生了事故 麦克斯的父亲也死了 他死后比尔接管了恩泰克公司 并再次让公司重新运营 但就在麦克斯继续查询的时候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溢出了流质能量 会破坏人类的电力系统 起初麦克斯觉得很新奇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似乎无法控制这种能量 当他第一次和索菲亚约会时 麦克斯完全失去了控制 所以他不得不匆忙告别索菲亚 然后害怕地跑进偏远的森林 在那里他压抑的力量终于完全爆发了 麦克斯立刻晕倒了 当他再次醒来时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回家了 麦克斯还在胸前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图腾 这时从公司逃出来的实验体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悬浮在空中的未知物体吓了麦克斯一条 但那个物体告诉麦克斯 他叫铁球是个外星生物 在铁球的解释下 麦克斯得知他体内的能量波一直在向外释放超粒子 昨天麦克斯因能量饱和而昏迷 幸运的是 铁球可以为他吃掉多余的能量 麦克斯才得以幸免于难 但在铁球解释的过程中 神秘的追踪者突然出现了 所以麦克斯不得不带着铁球躲在学校 以摆脱持枪的雇佣兵 放学后麦克斯带着铁球参观了废弃的恩泰克实验大楼 在封锁的建筑中 铁球告诉了麦克斯超粒子的使用方法 被超粒子增强的麦克斯变得非常灵活和强大 在这个过程中 能量同步的麦克斯 因为从高空坠落而与铁球融为一体 在变为钢铁战士的那一刻 麦克斯看到了他父亲被杀那天晚上 其中发生的零星片段 直到那时 他才意识到铁球似乎曾与他父亲融为一体 但铁球的记忆早已随着他父亲的死而受损 所以麦克斯没有看到灾难发生时的完整场景 所以带着对真相的渴望 麦克斯决定找知道这件事的比尔 但他刚离开家就遇到了以前逮捕他的雇佣兵 而恐慌的麦克斯碰巧遇到了开车经过的索菲亚 所以他搭上了索菲亚的汽车 但令麦克斯惊讶的是 他身后的雇佣兵立即停止了追捕 悄悄地离开了 之后在索菲亚的帮助下 麦克斯成功地来到了恩泰克的新总部 在这座充满科技感的大楼里 麦克斯问比尔他父亲被杀的事 比尔告诉麦克斯 他的父亲对研究有点疯狂 所以他冲动地造成了那次事故 麦克斯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他体内的能量也在这里失去了控制 于是他不顾索菲亚的叫声 直接跑出了恩泰克大楼 然而麦克斯在附近的铁轨旁 遇到了一股奇怪的龙卷风 龙卷风一直跟着到处躲闪的麦克斯 似乎想攻击他 无奈之下麦克斯只能躲在一个仓库里 但龙卷风瞬间把仓库搬到了平地上 然后出现了一个可怕的风暴巨人 在他面前利用风暴的力量吸引了麦克斯 幸运的是铁球在关键时刻及时到达 并成功地与麦克斯合作 但即使他成为了一名钢铁战士 不知操作的麦克斯仍然无法与风暴巨人抗争 他也立即回到了原来的形状 之后失去盔甲保护的麦克斯被风暴吸引 但生存本能激发了麦克斯的超能力 他再次与铁球合二为一 成为一名不可战胜的钢铁骑士 在铁球的指导下 麦克斯立即启动了胸口的武器系统 巨大的能量波冲向半空 直接击败了风暴巨人 随着敌人被摧毁 麦克斯震惊地发现敌人是一个像铁球一样的外星生物 这让麦克斯误以为铁球是杀死他父亲的真正凶手 但铁球告诉麦克斯 这些被称为超炼灵的外星生物 可以控制自然界的各种元素 他们的目的是摧毁地球 而麦克斯的父亲和铁球一起守护着人类 如今超炼灵卷土重来 只有麦克斯的力量才能击败他们 但麦克斯不愿相信铁球 他立刻离开了伙伴 一路跑回了家 看见雇佣兵包围了麦克斯的房子 认为他母亲被绑架的麦克斯只能向索菲亚寻求帮助 并借走了他的汽车 在路上麦克斯联系了比尔 对方告诉麦克斯 雇佣兵的真正目标是麦克斯 而不是他的母亲 如果要想找出真相 就去恩泰克废弃的实验室 于是麦克斯立即来到实验室 但他发现铁球被困在能量舱里 这时恢复记忆的铁球 也通过精神力向麦克斯展示了当年的一切 原来铁球所属的超炼灵部队来袭击地球 但在入侵地球的过程中 铁球碰巧遇到了麦克斯的父亲 在他父亲的劝说下 铁球背叛了超炼灵 并与他父亲一起为保护地球而战 但研究小组里的比尔 却一直羡慕身怀异能的他 为了得到对方的力量 比尔暗地里联系了超炼灵 叛变的比尔不仅为超炼灵 打开了通往实验室的通道 还将他父亲锁定在能量舱内 眼看毫无解决方法的父亲 准备引爆体内的能量 让铁球保护他的孩子麦克斯 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 随着他的死亡 铁球也随之沉睡了 直到麦克斯带着超粒子回到小镇 休眠的铁球也终于被唤醒了 得知真相的麦克斯非常震惊 但穿着盔甲的比尔突然出现了 他立即把麦克斯打倒在地 威胁麦克斯进入能量舱之中 为他提供稳定的能量流 看到暂且无法与比尔对抗 麦克斯决定撤退进入能量舱 然后模仿父亲的做法开始释放能量 导致能量舱迅速超载 吸收能量的铁球被成功激活 并立即与麦克斯结合 麦克斯再次化身为一名钢铁战士 可他很快发现比尔的盔甲 会吸收他体内的能量 导致他的攻击很容易失效 即使铁球使用了隐形模式 麦克斯仍然被对方击倒在地 幸运的是雇佣兵出现攻击了比尔 麦克斯才能稍微喘回而起来 原来麦克斯的母亲是恩泰克的大股东 他在那里在发现雇佣兵跟踪麦克斯后 就命令他们保护自己的儿子 接到指示后雇佣兵来到实验室进行救援 但这些武装人员根本不是比尔的对手 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实验室 看到没有人能够阻止比尔 躲在石柱后面敌麦克斯便有自己的计划 他假装攻击故意落入比尔的手中 然后命令铁球释放他体内的超粒子能量 起初老皮贪婪的吸收能量 但他很快发现麦克斯释放的能量 远远超过了他的负荷 能量饱和的盔甲立即爆炸 比尔也在这场爆炸中化为灰烬 随着战斗的结束 麦克斯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他的母亲把隐藏的真相也告诉了麦克斯 原来他的母亲一直在搬家 就是为了防止超练灵伤害麦克斯 然而随着麦克斯体内能量的不断增加 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在比尔的提议下把儿子带回来 没想到这刚好中了他的圈套 给了比尔一个可乘之机 之后麦克斯找到了索菲亚 向心爱的女孩表达了爱意 索菲亚也接受了麦克斯 而麦克斯决定继承他父亲的遗产 与铁球并肩作战 代替他父亲守护这片土地 这部由美泰公司投资的钢铁骑士 IP来源于公司旗下一款号称为南版芭比的玩具 据说在美国男孩的童年 有着不输芭比娃娃一样的地位 可这样一个有着良好观众基础的IP 在2016年上映时获得了全方位的压倒性负品 烂番茄指数为0 就连某半上也只有仅仅3.7的高分 而本片在2022年被烂番茄列为 36部不限年分的最差超级英雄电影榜单的榜首 与之对比的 是扎倒的蝙蝠侠大战超人也位居第33位 不知观众们对这个榜单有什么看法 也提醒小伙伴们 闲着没事 千万别去看原片